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6月1号以来 我国南方地区发生入训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 河池 柳州等 九市六十个县市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南都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 据初步统计 灾害已造成广西145.9万人受灾 6人死亡 3人失踪 22.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8.9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 900余间房屋倒塌 1.4万间不同程度损坏 农作物受灾面积94.2千公顷 6月11号 根据训行最新态势和救灾工作需要 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向广西紧急组织调拨 3000顶帐篷 3000张折叠床 支持地方救灾工作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